男人惊恐地看向前方 连忙把头埋进水里 只见他屏住呼吸不敢有丝毫动作 随即一只九十九马的狱卒就瞬间踩下 吓得喜洋洋连忙逃跑 不料下一秒就惨被大手擒住 而男人只能眼睁睁地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吃惊地看着发生了一切 而不远处的同伴长舒一口气后 正转身而去好气窥视时 一头庞然大物就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不等他惊得压麻呆住 眼前的巨人就仿佛嗅到了气味 男人剑壮连忙闪身夺好 可巨人此时已大步流星而来 小帅剑壮连忙做起打算提醒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被巨人先行发现 随着大树被连根拔起 男人被这一幕吓得连连后退 两人就这样深情被忘了一小时后 绝情的男人才反应过来想要开溜 而巨人剑壮却表示丝毫不慌 待男人跑出百米后才急速追去 随着一巴掌成功命中 男人这才没有了动静 巨人见此便随即凑上去闻了闻这只奇怪的生物 可就在他抓起男人准备离开之时 一旁的队长却突然冲了上岸 挥舞着利剑就刺入巨人的脚踝 吃痛的巨人立马朝后一踢 队长也成功引恨西北 看着队友接连落入敌手 小帅却束手无策 只能看着同伴被巨人打包越走越远 而害怕被发现的男人只能再度躲入水中 好在巨人并未发现他的存在 大摇大摆地就朝着洞穴走去 小帅健壮立马起身随即便尾随气候 打算寻找合适的时机拯救同伴 等他跟踪三天三夜后才终于抵达巨人的老巢 而就在小帅好不容易潜入境去时 竟猛然发现眼前人头攒动仿佛有什么大事一般 男人不敢迟疑只能上前而去 可面对着随处可见的巨人 小帅只能打紧十二分精神 眼看巨人逐渐逼近 危急时刻好在男人躲入木门这才逃过一劫 而当他从中穿过来到另一处地点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 就在此时一阵呼救声突然传来 小帅二话不说立马寻生而去再次潜入 背景千辛万苦他终于如愿找到了小美 可面对着尖如磐石的牢笼和远处郁跃势的巨人 此时的小帅只能先行营救出强哥才有法扭转乾坤 不料就在这时巨人却转身而来 危急时刻小帅只好将刀递给男人后先行撤退 只见巨人拿上铁签就依次插入食物 接着端上盘子就送入了烤炉 眼看强哥危在旦夕即将隐恨西北 小帅不敢迟疑立马攀上绳索打算前去营救 此时的男人每行一步都冒着巨大的风险 稍有不慎便会成为刀下亡魂 不等小帅缓过神案 巨人就率先将魔手伸向小美打算将其开膛破肚 危急时刻小帅拿上匕首果断纵身跃下 成功命中目标 眼看吃痛的巨人不断挣扎 一旁的强哥也操起匕首划开口子顺利逃了出来 可就在巨人即将大发雷霆之时 巨人这才将其解决成功化险为一 想着此地不宜久留 他们不敢迟疑随即便向着出口逃去 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 此处早就被巨人安排了重兵把守 眼看剧情无法推进 一旁的小帅却突然想到了一个馊主意 只见他随即便从远处插来了一个巨大的蜂窝 接着又在强哥的协助下顺利打开巨人的头盔 二话不说的就将其头路进去重新盖上 接着便只需静静地等待计划的成功 而这一切也正如小帅所料 巨人转眼间就被蜜蜂遮醒 随着疼痛的逐渐加剧 这个庞然大物除了哀叫连连也别误他 仅仅只是因为一只蜜蜂 巨人就被瞬间打倒跌落深渊 而见到如此情景 几人顿时心花怒放欢呼雀跃 随即他们便成功地逃离出了这个是非之地